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J天管 之前有小伙伴私心我说 他是一个重度游戏爱好者 想换个抓握型 配置稍微高一点 重量尽量轻一点的无线游戏鼠标 诶 这不巧了吗 像我这次拿到即将预售的 人者SORA V2游戏鼠标 算是完美契合了这位小伙伴的需求 那么本期视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 你看这款游戏鼠标究竟如何吧 配件方面 除了基础的线材、接收器、使用说明外 还负责了一张贴纸和小贴 比较好评的是SORA V2游戏本体 和脚贴是分离的 这样比较照顾像我们这种 追求极致轻量化的玩家 不需要再额外去撕取就很方便 了解过忍者这个牌子的小伙伴 都应该知道 2022年11月那次SORA一代的疯狂首发 抢购事件 主打极致轻量化的SORA一代 瞬间被抢购一空 而当时它的重量仅有45克 那时候我才知道咱们玩家中 有那么多轻量化电竞鼠标的爱好者 那么这次SORA V2它的重量是 没错 你没有看错 通过一年的时间反复打磨 SORA V2在人部打孔的前提下 将重量控制在了39克左右 这个重量真的绝绝子 相比穿孔设计方面的万灵、mini等鼠标来说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五孔设计的 除了平时好养护维护外 更关键的是 咱们冬天打游戏不怕手冰啊 上手的手感比较舒适 很快就能够适应 既然鼠标这么轻 可能就有小伙伴对它的强度不是很放心啊 这里我们通过卡尺测量和按压 来简单测试一下它的强度 通过测量外壳厚度为0.9毫米 在用力对两侧按压的情况下 鼠标并无明显畸变情况出现 可以看出即便外壳厚度只有不到1毫米的情况下 SORA V2的强度上依旧有一定的保障 对这方面有所顾虑的小伙伴 这下可以把心收到肚子里了 鼠标整体采用了抓握特化式设计 室内XM模具的对称鼠 雅光防滑的涂层长约119.2毫米 宽约59毫米 高37毫米左右 在握持时手掌两侧可以紧紧贴住鼠标的尾部 手指根部这一块也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有力支撑 在手感这方面上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鼠标左侧前方印有一个空的手写字样 使得整个鼠标那极简化的外观中 点缀着一丝丝高级感 尾部则是它的品牌logo 就是这个图案吧 大家是不是都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呢 说完外观我们来谈谈实际使用方面 忍者SORA V2支持有线和无线接收器双模连接 搭载了欧姆龙特条微光洞开关 以及全新自研的Snowfair 超低延迟无线技术 在游戏中我是没感觉到任何延迟卡顿 鼠标十分跟手 欧姆龙特条微光大家应该都知道 出了名的手感号以及回弹款 这里也是带大家来听一下这款鼠标的按键声音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款鼠标无需专门下载驱动 直接在网页上就能调节各种功能 例如鼠标的按键设计 DPI调节 竞技模式开关 同设置以及固件的升级 而这些只需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网页端驱动就能实现 十分便捷 这里有必要提一嘴的是基于自研的无线方案 当前鼠标只支持1000赫兹的回报率 但后续厂家这边也会同步推出8K的接收器 对于回报率有一定需求的小伙伴可以支持一下 最后这里也是随便展示一下这款鼠标在FPS游戏中的表现 仅供大家参考哦 这款忍者的SORA游戏鼠标在我这里也是使用了一段时间 优秀的硬件核心配置搭载了轻量舒适的手感 即使玩上了一整天手腕也不会很累的感觉 同时首发架的549也让这款鼠标的性价比再次登上了一个台阶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在追求一款极致清单化且方方面面都不错的抓卧室鼠标 那么它或许是你的博尔之选 OK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它对你有所帮助 不要忘记一见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